全台唯一的国际的农赛 .... 嗨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绘萌生物旅行家频道 今天来的来 开箱 开箱住宿饭店旅店 本次住宿的旅店是 就是利保樂園的賽車環點 那我們來大家一攤究竟吧 那我們今天住的是6021吧 大家有看到嗎 他這個住宿的logo 就是用那個我們一般的那種鐵鍊那種履帶去做設計 還不錯吧這風格 那跟我來吧 那很特別 他還有第一道門 登登 對 通常每個他這邊的設計規格啊 就是第一道門裡面還會有兩間房間 那我們今天是住的是右手邊的6021號包 我們來準備進來囉 那他一樣是用這種卡片式的感應 那這是他的卡片設計 嗯不錯吧 他是用這種很 也是用賽車的那種感覺 那一樣是紅色系列為主 因為賽車飯店的外觀 他就是有踩那種紅黑白系列的這三個色系 好我們進來吧 嗯 來囉 登登 那這 進來就是很寬敞的一個 呃 空間 那這空間其實個人 小微還覺得蠻大的 嗯 再來進來 那這邊就會看到 呃 住宿的 啊 跟算是辦公 辦公的區域 那辦公區域的桌椅啊 像這椅子 就是那種 仿那種賽車椅的那種 設計那種感覺 因為他也是選擇這種紅色系列 那剛剛我有試做一下 真的很舒服 很好做 這樣 這樣 很有彈性的 不錯吧 對 那基本辦公區的配備 就是有送 有水啦 還有咖啡這樣子 那還有這種 電池 電池 他連那個 電池服也是選這種 紅色系列的 要特別介紹的是這個畫 他這牆壁有放了這個古董車的 壁畫 啊 這個掛畫 而且他的底部材質啊 是木頭的 有 這個 他其實是木頭材質 他這樣一塊一塊拼上去 啊 再用這種 很像是那種 很 很像棉土式的那種材料 啊去把它弄成這樣 設計成古董車 啊 拼裝成一個大掛畫 我覺得這個概念 真的還不錯 那再來就是 掛衣服的區域啦 他掛衣服也是採用這種 就是現在很流行 大家喜歡的那種 工業風格 對 就掛衣服啊 就水管 水管的工業風 啊 就這種水 所以大家在看天花板 那他這邊 就是路口玄關的 他整個天花板 全部都是那種 採用那種工業風 所以他的建築 提供的所有管線啊 其實都 算裸露的 因為工業風格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進來看 來看一下 賽車飯店的浴室 到底是長怎麼樣呢 來 其實就標本配備 看 雙人房 就是浴巾毛巾 那再來就是 免治馬桶 好 這個就是還不錯啦 價位 還有本身還有一些電話 那再來就是 金子柴面 還有灌洗的用具 那所有的配備 這下面也有 好 看一下還有什麼呢 就基本的 刮鬍刀啦 梳洗棉花棒 浴帽牙刷 還有杯子 阿富兩個插頭 然後再來就是裡面 標準的浴缸 還有這個是 沐浴乳跟洗髮乳 很少看到有這種的顏色 大部分這種 附的沐浴乳跟洗髮乳 都是白色那種長條型 或是銀色的那種長條型 我第一次看到有這種紅色的 這種顏色 所以這其實就配了賽車飯店的主題顏色 就是以紅白系列為主 這就是浴室的樣子喔 好 那我們再去看看其他的 這道牆的後面就是 標準的加大雙門房 那我們進來看看喔 那這個睡覺寢室區域就是 這樣這麼大的空間 還有電視機阿沙發 他連這個椅子 剛剛阿丁有四躺四座 很舒服 而且還跟他們搖搖搖 嗯嗯嗯 還可以賺什麼 這個房間呢 最大的特點 不是在這個椅子 不是在這個椅子 也不是在剛剛那個生活區 最大的空間 來 小微帶你們看 來喔 登登登 登登 這裡 沒拉好 還沒拉完 來換這裡 彈登登頓 登登 大家有看到嗎 這麼一攬 无疑的 你看 这边就是跑道 赛车的跑道 这边可以看得到 来 那我们来看这边 你看 乐园的地方 那边 有看到摩天伦吗 那边就是乐园 还有可以看到断轨 再更远一点还可以看到三亿的火焰山 这边整个 的视野 是才L型的设计 因为这一间房间 是赛车旅店 最旁边的边间客房 开箱房间 6021 它在这整栋楼的最边间 对 那今天 饭店的住宿 服务人员他就帮我们 选这一间 边间是在六楼 所以他的视野 就是这么的漂亮 那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比较黄昏的景色 我会在影片 就是放晚上夜景的 样子给大家看 相信他夜景一定是很漂亮 如果有来住过的话 一定会觉得 这个夜景其实也不输 很多那种国外的那种 比如说什么 北海道啊 航管夜景之类的 也是蛮漂亮的 也很放松 看这个空间很棒吧 那这就是本次影片 好为大家来开箱做的 利宝乐园 的赛车旅店 位于在六楼的6021号房间 就是长这样子 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在左下角 帮我们按赞 开启小铃铛 帮我们订阅我们本频道哦 希望大家期待下次的影片哦 拜拜 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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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